大家好,我是杨子 欢迎观看迷法脸系列微视频 在打游戏这件事上 父母与孩子斗智斗勇 可谓是操碎了心 那最近我在网上看到了许多新闻报道 一些小朋友瞒着父母偷偷给游戏大额充值 或者是搭上主播 这不仅会影响到小朋友的学业与健康 也会让一些本不富裕的家庭雪上加霜 给我从来59,051块5毛3斤去 全部都是在开雨一年 原来说有了鸡血 我女儿这样子 一时就我耍光了 今天是特别特别的烂热 像小牛肉的牛肝 9号的一天就是4000多 8月8号就是3000多 还有这个8月5号你看 还有3000多 我到这边吃饭 我气得了 一直就光泡着我气得 我气得了 一看钱没有了 真的就全都转没了 钱包的钱 看完这些揪心的报道 可能很多人会问 被熊孩子偷刷的大飞机 大游艇 家长们可以追回来吗 别急 刚刚通过的民法典来帮你 民法典第19条规定 八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 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 实施民事法律行为 由其法定代理人代理 或者经其法定代理人同意 追认 但是可以独立实施 纯获利益的民事法律行为 或者与其年龄 智力相适应的民事法律行为 第20条规定 不满八周岁的未成年人 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 由其法定代理人代理 实施民事法律行为 也就是说 小朋友们在一掷千金时 明显对自己的行为 缺乏足够的认识 并且 这种巨额打赏 与其年龄和智力水平 不相适应 如果家长不予以追认 应属无效行为 但是 这并不意味着 家长们可以后顾无忧 民法典的规定 不是一刀切的 逢款必退 更不能被误视为监护人 放任孩子使用 电子设备的免责护身符 在具体案件当中 如果网络经营者 已经设置了合理防范技术手段 监护人对于未成年人 超出自身行为能力的充值打赏 存在过错 仍要由监护人 在其过错范围内承担责任 法力于上 叫红于下 为未成年人造一个健康和谐的成长环境 需要父母充分履行监护职责 企业积极践行 社会责任 让我们学好 用好民法典 守护自己的幸福家庭 更多法律知识 请关注人民法院报 天平阳光